川普昨天是在出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Mike Brown的造势场合上 对台下数千名支持者表示 司法部与FBI的领导人应该开始把调查克林顿的工作做好 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 发生了以私人邮箱处理公务的电邮门丑闻 虽然遭到调查 但却并未被起诉 对此川普表示 他将会在某个时间点介入 如果有必要的话 他就会插手 全世界都在看 也都心知肚明到底发生了什么 川普过去曾经多次表达对司法部长塞辛斯的不满 要求他应该要调查克林顿等相关人士 而川普也透露 等到年底选举结束之后 就可能要开除塞辛斯 此外 川普总统昨天在接受彭博新闻社专访时表示 如果WTO不好好表现的话 他会退出世贸组织 川普还认为 当初创立WTO的协议 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个贸易协议 他还特别提到 在WTO提起的 针对美国的诉讼案件 美国很少获胜 而川普也回绝了欧盟提议的 双方取消进口汽车关税的想法 甚至把欧盟比喻为和中国一样恶劣 川普7月就曾经表示 美国多年以来受到世贸组织非常糟糕的对待 陷于巨大的劣势当中 世贸组织需要改变他们的处事方法 对此彭博社分析指出 美国如果真的退出WTO 对全球经济将会造成的冲击 可能比起日渐升温的美中贸易战 还要更为深远 恐怕会一举破坏 这个由美国在二战之后 一手协助建立起来的贸易体系 另外 昨天下午 在新墨西哥州 发生了连接车撞上灰狗巴士的严重交通事故 这起严重的死亡车祸发生在当地时间的昨天下午 一辆原定由圣路易开往洛杉矶 载着49名乘客的灰狗巴士 在从阿布奎基开往凤凰城的途中 在40号洲际公路上 被一辆由对向车道 因为爆胎失控的连接车迎头撞上 灰狗巴士几乎被撞离公路车道 正面全毁 而连接车的车头也被撞翻 后面车厢也严重倾倒损坏 但是连接车的驾驶员则奇迹般地只受到了轻伤 他表示 这辆连接车一个前轮爆胎 导致了车辆失控 才会冲到对向车道 巴士上大约有40位乘客受伤送医 目前已经有7个人不治身亡 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 已经派遣了10名调查人员前往现场调查 在另一方面 已故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 John McCain 马侃的灵鹫 在凤凰城停留两天供各界调宴之后 于今天上午被护送到国会大楼的圆顶大厅 随后开放各界致敬 在今天上午的纪念仪式当中 副总统潘斯推崇马侃 在国会服务的35年期间 始终为自己的理念奋战 潘斯表示 他在担任国会议员以及副总统期间 和马侃并非总是理念相同 然而马侃对于政府在税务改革方面的支持 以及国防政策等方面的努力 毫无疑问地 替国家留下了珍贵的资产 而潘斯也特别提到 被马侃家属婉言拒绝参加追思仪式的川普总统 表示人们都会思念马侃 正如同昨天川普总统所说 大家都推崇马侃为国家的付出 此外 潘斯也向马侃家属致意 并且特别慰问了在场的 马侃高龄106岁的母亲 除了潘斯以外 包括联邦众议院议长莱恩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等多位政坛人士 也都致辞表达了对马侃的尊敬与怀念 马侃从25号因为脑癌过世之后 各界致敬与追思的活动不断 像是昨天在凤凰城的追思会中 前副总统拜登就感性地表示 他与马侃在参议院共识多年 虽然分属不同的党派 却是秉丽而坐的至交 他把马侃当作是一位炒过不少次嫁的兄弟 另外三位前北约秘书长 拉斯穆森 罗伯森和索拉娜 昨天也发表怜悯信 推崇马侃致力于促进跨大西洋统一 为北约与国际稳定所做的贡献 并且建议将北约位于布鲁塞尔的新总部 取名为马侃大楼 另一方面 传奇女歌手 Aretha Franklin的葬礼也在今天上午 与底特律举行 Aretha Franklin生于1942年 从小就在父亲任职的教会中唱福音诗歌 后来以节奏蓝调与爵士乐文明 曾经获得18次格来美奖 被称为灵魂歌后 在今天的追思会中 著名乡村歌手Faith Gill 现唱圣诗耶稣恩友拉开序幕 随后包括Smokey Robinson Steve Wonder Ariana Grandi等歌手 也都现唱歌曲 向这位乐坛天后致敬 另外 前总统Bill Clinton 和民权牧师Jesse Jackson等各界人士 也纷纷致辞表达怀念与推崇 民权牧师奥 Sharpton 也宣读了前总统欧巴马的致敬信函 并且在致辞时批评Trump总统 在Aritha Franklin去世当天 推文致哀时 曾经表示Aritha曾经替她工作 这样的用词不够尊重 在体育消息方面 今年38岁的直篮NBA 金州勇士队中锋David West 昨天正式宣布退休 David West于2003年参加选秀进入NBA 2007和2008两年 平均每场得分20分 都入选了NBA明星赛 他于两年前加盟勇士队 担任替补中锋 年线只有200万 目的是要借此拿到冠军戒指 结果连续两年都如愿以偿 过去两季 他为勇士队提供固定得分 是先发前锋 退下火线时的重要版邓得分手 同时也有内线防守能力 由于明星前锋Demarcus Cousins 刚刚加盟勇士队 再加上年轻的Jordan Bill和Kevin Looney 都可以担任中锋 因此West退休 对勇士队的影响不会很大 最近全球有不少华人观众 都在密切关注宫廷剧 《沿喜攻略》以及《如遗传》 而这两部戏中的重要角色 傅茶皇后 当年去世时停放灵鹫的 关德殿 预计将在整修之后 于明年正式对外开放 关德殿位于北京景山公园 东门内北侧 占地约6000平方公尺 最初建于明朝万历28年5月 根据历史记载 乾隆13年 傅茶皇后病逝 乾隆皇帝耗费巨资 动用8000多名工匠 将关德殿修整成为 傅茶皇后出宫廷放灵鹫之处 景山公园为配合北京市中轴县 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从今年7月开始 对关德殿建筑群内的住户 以及使用单位进行腾退 目前关德殿第一二禁院 正在进行修缮工作 修缮范围包括关德殿二宫门 根据历史原状恢复 修整园内围墙以及卡字墙 恢复随墙门 院落铺装等内容 该项目预计10月底完成修缮工作 明年享有可开放 优优 Samuola